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來到幸存錦然 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 曾經做過中學校長 亦經歷過香港政壇白泰 擔任過立法會主席 他就是政壇元老曾玉成 大主席 你好 歡迎你來 剛才曹教授說 他說你不只做校長 他就是校監 一直很多年在培僑 培僑有些人叫他做左派學校 有些人叫他做愛國學校 官密論如何 你覺得在這些 愛國學校當一個教育工作 跟香港其餘的主流學校 那種教學方法 有些甚麼不同 客校 這麼深的問題 我相信一定有不同 一定有感受 我沒有在其他 所謂的主流學校教過書 雖然我都去很多學校 所以其實那個比較不一定很準確 我自己讀書就是在教育學校 就是傳統的教育學校 我作為學生 當時觀察到那些教師的表現 和學校裡面的規矩 就跟我去陪僑教書 真的差很遠 是 其中一個 不過這個又可能不是很公道的比較 因為我讀書那間學校 很放任 很放任 我以為教育學校很嚴重 不是 通常是很嚴重 我那間 還有另外還有一兩間教會的男校 我知道也是一樣放任 放任到什麼程度 就是你 我給了一個很突出的例子 測驗 是 那我就 有些科我說不行 有些科是可以的 那我得的那些科 就隔離的同學 就拿去他那邊去抄 抄 那監考老師過來看看 怎麼你猜 即場抓住的 即場看著的 看著旁邊抄我 那一定會罰他 那老師怎樣呢 就敲桌面 快點快點快點 抄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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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什麼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就是這樣 那到第二次了 就到我抄人了 那老師真的有來看見 曾鈺成 為什麼你要桌面那張卷 不是你的 哈哈哈哈 那我說 是啊 快點給他 那我就給他 那沒事了 好了 那跟我去教書 去陪拳 捉到同學 作弊 那我就一樣 一樣 我問 你幹嘛抄人家那張卷 快點給他 好了 那完了 回到來就在教員室了 是 我跟隔壁的同事 也跟長輩說 哇 剛才上課 捉到一個出貓 那是個好學生 真的很乖 很乖女的學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她很乖女 哎呀 我捉到她 就是出貓 抄人 抄隔壁 那旁邊的老師 就問我 那你怎樣處理 那我就叫她還給她 蛤 幾大過 怎麼可以啊 作弊 幾大過 那麽嚴重 當然是作弊 嚴重 犯效規 要幾大過 我讀書的時候 去到中六 都有一些你所說的 就是有些中文學校的學生 是 轉來成科 我沒有學 有一個鄉島中學的 轉來 學生 她的數學很厲害 她轉來成科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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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那些 即是怎樣說 真的很不同 即是大家的作風 是很不同 我們就會 即是我們這群蟻子 就覺得 很老套 即是沒有老套這個名字 即是覺得他們很古叔 即是覺得又 不說得笑 又不玩 那他們可能又覺得 我們這麼離譜 那些教學的過程 你作風我都覺得有點不同 因為我自己的弟妹 都好一點 在座花學校 他們是動員花學校幫忙做清潔 洗地 那個年代是 是的 現在今時今日 如果你叫這些學生 我現在沒有了 現在我們也沒有了 我想不行了 那時候我剛剛去教書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經歷 我們有些叫直州 是的 沒錯 我當時舊培橋的校園很大 而且有很多樹木 所以天天一早上 地就鋪滿了樂業 那你回去 首先是掃 掃球場 掃一條很長的校道 那裡已經掃了半早上了 然後全校都在學校吃飯 學校有很大的除房 我們就去除房幫忙 幫忙斬瓜切菜 危險一點 不會讓我們做 但是洗碗 洗鹹蛋等 我們做 是的 那是 這個成長的過程 連校長也做 那裡很厲害 所以是很一致的做法 和學生一起拿著掃地 你想想 曾Sir 其實外國教育 你會看到很多國家地區都有推行 比如說日本 日本其實都有要求小學生 都接受外國 他們國民教育很重視 對 很重視 為什麼香港推行國民教育 會有這麼大的爭議 我想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公道地說 就是你在回歸前 英國人管的時候 都沒有叫你愛英國的教育 中國當然更加不會 因為那時候 他將香港作為殖民地 那時候也有就是英國國歌 那樣的事情 但是就不會說 強調要有些什麼 對國家的 認同感 感情 對中國更加沒有 當時 那 回歸之後 就因為有一國兩制這件事 是 那 我自己覺得 由特區政府 甚至 中央政府一段很長時間 都覺得 既然香港已經回歸了 那理所當然 香港人都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但是 其實 是很複雜的 在香港 要我們的年輕人 要我們的學生 怎樣 感受得到 作為一個中國人 他到底應該有些什麼 所謂的民族認同感 是很艱難的事情 我問 你跟壽老哥說 你是不是中國人 他怎樣想 他一聽到中國人這三個字 他立刻得出來的印象 就是 那些說話跟我們不同 外地的那些 拖著行李箱 周圍走 跟我們說話不同 作風也很不同 我是不是他們 跟他們一樣 他可能 說出來我們的外國人士 可能不是很適合 但事實是 我們想想 對於香港的年輕人來說 可能他覺得 他跟新加坡人 共同的地方 就多過跟內地來的人 是吧 甚至有些人覺得 他跟日本人相處 可能他更自然一點 都不定 所以在香港怎樣去培養 我們的下一代 真的有一種民族認同感 甚至民族的一種自豪感 是不容易的 當然 當國家有很多好消息來的時候 譬如說 我相信 香港人對國家的感情 正面的感情 去到頂峰就是 2008年 北京奧運的時候 北京奧運 那時候大家真的興奮 是 而且看到奧運 即是國家的表現 是覺得 很厲害 很威風 中國很威風 是這樣的 那 前前後後又有什麼 當時又有叫做什麼 太空 太空人 對 又有這樣的信息 那時候是最高興的 但是 然後 2008年之後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很多學者都同意 香港 一般人 即是對國家的 那個 觀感 就 向下滑 嗯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們要 在學校裡面 推行所謂的 愛國的教育 是 是 艱難的 我覺得 但是 一直發展下來 很多人覺得 現在香港 就叫做進入二次回歸的 一個過程 很明顯 如果是二次回歸 就是很多人需要 有些 適應 需要 心態上 或者有些調整 改變 你覺得應該怎麼自處 香港人 我的理解 雖然 我認識一些 負責 港澳事務的官員 他們都不會用這個所謂二次回歸的名字 是 他不說 但是傾傾說 其實都是 二次回歸 是 不說 我理解 二次回歸的特點 是 我認為 97年的回歸 有幾個因素 令到中央政府 對香港 採取一個相當寬鬆 相當包容的一種態度 一個 當時 中央政府都相信 香港正在走的制度 是很好的 就是 因為我們 寫《基本法》的時候 主要七十年代 香港就是 麥理浩時代 我們有很多社會改革 真的整個社會現代化了 很多社會矛盾 是解決得不錯的 所以到八十年代 又適合到這個 國家改革開放 這個 這個 就是那個機遇 而香港 有一段時間 是很繁榮 很穩定 令中央對香港 就覺得 就是 保持它的不變 是最好的 當時 是這樣的看法 同時又想 就是 國家 就是中央政府 當時看 國家改革開放 開始了 就 越來越好 是不是 一些人民生活越來越好 跟香港的生活水平的距離 慢慢慢慢會拉近 然後 然後香港又回歸了 那 香港人怎麼會不愛國呢 是不是 你將香港正式成為國家一部分 又看著國家越來越好 還有 事實上 我們這一點 我想 即使對北京最有負面意見的人 都承認 回歸這二十多年來 中央政府做了很多 幫香港的事 就是所謂為港的措施 很多 這個肯定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中央政府覺得 香港人應該會越來越愛國 和內地融合會越來越容易 越來越猖順 是這樣的 另一個原因 因為當時的確是 中國剛剛改革開放 很多內部的事都要處理 對香港呢 有很多事情他們不熟悉 所以 回歸後第一個 現在叫中聯辦 當時還是新華社 第一個領導 姜欣柱 他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 對 對 這件事很多 內地管香港事務官員都這樣看 所以 他們都說 香港的事 香港人自己管最好 對嗎 香港人自己管最好 江澤民就擔心 你香港人去干預他 我河水不犯你井水 你井水不要犯我河水 是這麼說 所以當時是有一個寬鬆的氣氛 那段期間 中央的官員 我們也有些機會 有時看到 中央負責香港事務官員 就很強調 香港現在政治上已經回歸了 但是人心還未曾回歸 所以我們做的事要爭取 香港民心回歸 沒錯 從這方面去考慮 誰知道發生一件兩件三件事 就令中央覺得 我對你香港人好極 你都要再犯 你都要這樣 所以似乎 近這兩年發生的事 反映中央政府重新評估 你純粹說 要爭取民心 恐怕解決不了香港的問題 因為複雜 香港的歷史原因 還有國際的環境 近這幾年 就是中美關係等等 那麼覺得 不行 我們首先要劃清楚界線 麻煩 現在不是說 完全不相信香港人 但是似乎過去 因為界線太過模擬 整整整整 變成有些人過了界 自己都不覺得 所以劃清楚界線 對我來說 我又覺得界線很合理 很簡單 外國者治港 這個 又對 剛才你說 其他地方 都不是不說外國 我第一次去美國玩 就感覺到 原來他宣傳外國 比我在香港的外國學校更厲害 我去迪士尼樂園玩 他那些旅遊 差不多 句句都是宣揚美國 是這樣的 所以 別人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我們就因為過去的歷史 和可能真的回歸頭十幾年 中央政府的政策 當時真的這樣 我們在學校教學生 例如公民教育 未曾爭論國民教學科之前 同學生是多講權利 很少講義務 更加不會說 你作為一個中國公民對國家有什麼義務 從來不會說 基本法都沒有說 基本法都沒有說 我們在香港 如果作為中國公民有什麼義務 你計算回 2014年之前 從來沒有說在香港要講憲法 學校教育局一直都有強調 要教基本法 但是從來沒有說教憲法 我近來去很多學校和老師討論 他們都同意這個看法 以前哪裏有聽 很多人根本沒有看過憲法 憲法裏面所說的 你作為中國公民的義務 沒有人覺得我們在香港需要去承擔 沒有人覺得這樣 到現在才忽然間說 不是 維護國家安全也有責任 這件事對我們來說真的很新鮮 但是你講道理 你確實 我們行使 譬如說選舉權被選舉權 這些是公民的權利 你怎麼能夠行使公民權利的時候 不會想想我們有什麼公民的義務 是嗎 這些你可以叫做 老牌左派 雖然現在有些男型的人都不認 你以前是愛國現在不是 但是對我來說 我還是對國家有信心 我還是相信 就由習近平主席 至到現在整個中央的領導 都還是要堅持一國兩制 不是好像有些人想法 現在中央要扔掉一國兩制 因為我相信他們都依然認為 一國兩制行得好 對香港和對國家都有好處 所以我說 以此回歸 如果真的用這個名字來講 現在的局面 是需要我們重新認識 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以及我們自己 在香港作為中國公民 應該有什麼義務 我覺得這件事我們要注意 是的 經過一年多的社會運動 我們看到有些年輕人 有很多的不滿、怨氣、不服氣 其實曾Sir 你覺得要怎樣去解開這個結 我想這些怨氣 有一部分是來自 可能來自一些誤解 一些錯誤的認識 但是也有一部分 是真的由於我們事實上 存在的問題造成的 所以譬如現在 我們行政長官也說 他也有多次提到 社會有些深層次問題 深層次矛盾 一直都未解決 是 我們也看到 我自己也看到 一個社會不公平現象 的確回歸以來 我認為是有 越來越差的一個趨勢 貧富懸殊的差距 另外 也由於我們 由基本法頒布 一直到回歸後 大家都覺得我們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方向 就是要發展民主 就是要早日實現普選 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 對嗎 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 對嗎 每個人都相信 這件事是好事 你又不能說這件事是錯的 基本法都寫了你的最終目標 如果不是好事 你怎會當作最終目標 雖然是循序漸進 對 循序漸進 循序漸進 現在過了差不多一半了 五十年 那什麼時候才能達到最終目標 這是很自然的事 好了 一路大家都覺得 真的在循序漸進 去到一四、一五年 本來以為一七年就可以有普選 誰知道就沒有了 沒有了就連時間表也沒有了 這件事 我接觸了很多年輕人 是令他們很灰心失望 我什麼時候才能等到呢 他們覺得民主的最終目標 所以我們有政治的問題 有經濟社會的問題 是實際上存在的 那這些問題 當然沒有人會覺得很容易解決到 我認為特區政府是不能夠推卸這些責任 都要正視這方面的問題 都要正視 如果好像近期我們行政長官這樣說 說過往因為我們選舉制度上的漏洞 使得政府很多時候就無法施政 是 好了 現在你說改善了 堵塞了漏洞 完善了選舉制度 那真的要立起三軸 特區政府就要去切實解決這些問題 在解決這些問題同時 我剛才說也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出於對問題的未必一定很準確的理解 所以你也要講解 現在我們由行政長官 由中央官員至到行政長官 到司長局長都出來說 現在是完善選舉制度 但社會上當然另外有一種聲音 現在是民主倒退 這些事情你也要內心跟我們這些年輕人解釋 甚至給我們這些年輕人 講出他們的看法 你跟他們討論 交換應 你一時說服不到他們 你都讓他們覺得 他們提出的意見 你是願意去認真聽 幾年前我記得 你都曾經很認真地考慮過 做不做行政長官的崗懷 後來還是沒有了 但是假如 假如讓你真的做 在今天的環境 那麼多社會深層次的矛盾 哪一項 其實優先自著 你覺得我們需要先解決 我不懂 你叫我 說一下 我就覺得 有些問題是一環扣一環 你很難說其他的東西 不動 就特別去解決一個結 但是雖然是這樣 你始終都要一步一步來 你不是 都要起步 一下子即刻都做了 你說解決那個 土地 土地問題 老實說 也跟我們整個政府的架構 香港的經濟結構有關 有些人會覺得 因為我們政府現在的組成 就造成我們的公共政策 是沒有發展不向大地產商傾斜 對 所以有些政策是做不到的 那這件事呢 我就覺得 始終要有一個突破口 那你提到土地 我覺得土地是一個相當合適的問題 由政府來打破這個局面 如果政府真的能夠採取一些比較決斷的措施 所以 讓人們看到 你不是永遠都向大地產商傾斜 甚至 去到有些爭議的時候 你永遠都向大地產商叩頭 就是這樣 可能會有利於 啟動一個比較良性的循環 即是大家對政府的疑心小了 信任大了 那你便可以再還一步 所以 在這個土地問題上 來打開缺口 我認為是值得研究 我剛才聽到 曾sir 你說 你都很重視跟年青人溝通 都很花時間 會跟一些年青人溝通 老實說 很多人經常都說 世代之間很難溝通 你覺得 要跟年青人溝通 有甚麼有效方式 跟他們溝通 例如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要多些聽年青人 聆聽去訴求 很現實說 你聽完他的訴求 聽完他的意見 實質上我們很難滿足他 或者可能做不到甚麼事 那個溝通又難了 或者可能關係更差了 其實很多年青人 他們都明白 他們都知道 不是說 我的建議一提出來 我的要求一提出來 那 跟行政長官說 一說了 行政長官叫做 他們聽我的意見 立即可以走到他們 他們都知道 所以我認為 你要那些年青人 真的願意跟你溝通 願意跟你說 他的心聲 關鍵還不是說 他信不信 跟你說了之後 那些東西立即會 落實 你那個態度很重要 我有一次在一個領袖研討課程 有一個當時在英國 來的一個教授 他說 太多領袖培訓課程 是教人怎樣去說話 太少教人怎樣去聽 表達就很多時候會教 有些啟發 在我接觸的人當中 我接觸的領袖當中 也真的 有些人 你跟他聊兩句 你就知道他根本不是在聽你 表面上很有禮貌 但你說兩句 你根本不是在聽你 聽不入耳 有些人不是 有些人 你很喜歡跟他說 因為 你相互相對 我相信他在認真聽 我自己覺得 我也學這件事 你剛才說 我很願意跟年輕人聊天 是的 我真的 我真的很喜歡跟年輕人聊天 但我在聊天過程 我也在練習這件事 怎樣讓年輕人覺得 你是真的用心聽他 聆聽很重要 但年輕人 譬如參政之路 現在是不是收窄了 不如區議會好像已經斷層了 現在 不知道 那麼 政黨再想去訓練 第二梯隊 第三梯隊 是不是更加困難 或者 年輕人想重慶 這樣也不行 古今宗外 就是 所有的成功 就是 成為政治人物 成為政治領袖的人 他都不是說 一個很容易的環境 很多路 輕輕鬆鬆進去 就成功 歷來 真的在逆境當中 他走出來 就成為政治領袖 而 任何 也都一樣 古今宗外 任何時候 任何地方 這些人 只需要很少數 絕大多數年輕人 他沒有興趣去從政 這個是常態 很自然的事干 你覺得是冷淡了嗎 就是那個年輕人從政上面的動力 我也不覺得香港人對政治 或者香港年輕人對政治特別冷淡 我不覺得是這樣 而如果 任何時候 任何時候 一個社會裏面的人 尤其是年輕人 是太過熱忠於政治 未必一定是好事 因為社會的常態 真的 每個人 各司其職 人人 你去 開心生活 對 例如做醫生 做醫生 做教師 做教師 我做這個服務行業 做服務行業 沒問題 是不是 如果社會 真是 給了機會 給國人 按照自己的意願 興趣發展 這個是最好的 很多從政 所謂的迫上梁山 他都說 我在這裡 安居樂業 那怎麼辦 所以 我覺得 不擔心 我認為 有心從政的年輕人 一定會找到自己的路 如果坐在這裡 埋怨 都沒有途徑 途徑窄了很多路 就算你給路 他都未必真的成為 出色的政治人才 至於大多數年輕人 如果他覺得 我找到自己發展 個人發展的路 我不一定從政 我覺得 不是壞事 所以很多事情 其實都可以做 除了從政 或者你自己個人 都覺得 年輕人可能在態度上 應該要寬一點 或者找多些不同自己的出路 對 我跟很多年輕人說 做人要有些目標 如果一個人 任何目標都沒有 做一天和尚 敲一天中 就很無趣 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但是千萬不要 成為自己的目標奴隸 即是說 一條死路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工程師 一定要做特首 不是很多人認為 你有夢想 你就要堅持 一定要去 一定要完成 有夢想是要的 有夢想 第一 當然你要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去實現 第二 你追求你的夢想 在夢想的同時 就不要將自己 擠進去 好像下了一條隧道 就只是看到 我的理想 就在隧道盡頭 拼命去 就是 有時你 旁邊左右看 轉彎 原來這邊有一條 支路 這邊有個門口 推開它看 這是另外一個天地 你在追求你的夢想的時候 不要失去其他 人可以做很多夢 你不會失去其他的機會 如果萬無目的 當然就是不可取的 但是你只有一個 這些叫偏執 你只有一條路 看不到 而且我們這個世界 現在變得這麼快 我那個年代 你比我年輕 我和你三個 我那個年代 你年輕的時候 我們建立自己的目標 都還可以 因為你 可能這個世界 十年、二十年 都不是怎麼變的 現在 你在高中時代 想做的事情 到你讀大學 那一刻沒有了 整個行業都沒有了 然後忽然間有些新的 出現 這些機遇出來 想都想不到會有 作文 我還是志願 我還是志願 所以我早幾年 當特區政府提倡 這個生涯規劃 很多學校叫我去講生涯規劃 我說對不起 我沒有 我亦都不相信 不相信現在我們的年輕一代 是可以怎樣去規劃 更加不相信是靠我們這些老人家 去教小弟哥怎麼去規劃 是嗎 沒錯 所以我現在跟年輕人說 我說你要應付現在這個 順色萬變的世界 最重要是打好自己的基礎 是 就是你充實自己 不是馬上要捐入某個專門的範疇裡 而是你打好一些 我說我幾十年 又教過書 又從過證 是一種在學校裡面學的本領 我一生人都有用 就是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識 使得我看文件、看書、看資料 可以叫做得生應手 使得我懂得說到自己想的東西出來 那這件事 我在哪個崗位都非常有用 我又見到 我又見到周圍有些人 他不是不聰明 他在自己專門的聰明 但他表達不到 或者他一出來說話 人家就不喜歡聽 那是不可以的 來到這裡 曾sir,你有甚麼金句 要跟年輕人分享嗎 這只是成效 我沒有太多金句 我會跟年輕人這樣說 近這幾年 我們經常聽到政府的高層說 迎難而上 迎難而上是要的 如果我們一見到困難 就放棄 我們沒有成就 所以我們是要有迎難而上的勇氣 但是作為年輕人 我們都要慢慢學會 知所進退 要培養知所進退的智慧 如果我們只有一句 迎難而上 很多時候 你撞到頭不壓力 明明的專長 你不知道 你用頭去撞 結果不 知道頭爛壓力 你都得不到什麼 所以 你去到某個程度 你就要有那種智慧 知道 我先退一退下來 或者 我先找另一條路 所以 既然要有迎難而上的勇氣 也要有知所進退的智慧 年輕人就要自己細味一下這番說話 跟大主席要談幾天幾天 都談不完 很多事情去談 不好意思 我們希望有機會 請大主席再來和我們分享 今天就意猶未盡 不過暫時在這裡跟大家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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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做任何的事 即年輕 不管什麼年齡 你一定要對那個人有興趣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你每天都想死的話 你不會做得好 所以你一定要喜歡 你不喜歡就不要做 不要浪費時間 也不要浪費自己的精力